2005年5月8日 台北慈激医院正式喜业 同时也奠定了守护生命 守护爱的磐石 这座以慈悲为基底 大爱为钢梁的医院 至今已满六周年了 不同于花莲、玉里、大林、关山等慈激医院 是新建在医疗资源缺乏的地区 台北慈激医院的重建 是为了弥补大台北南区病床术不足的缺口 希望能够让更多的病患 获得及时的治疗与照护 医师不只是医宿好 而且要心地好 是真的为爱医疗 而不是说为公理 名字 也才是理 很期待的就是每一位医师 就是医疗团队 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就是爱 台北慈激医院从寻觅地点、土地洽谈 建院乃至医疗人员的招募 行政事务规划到正式企业 共费时十年 过程虽然困难重重 却在志工的努力下一一克服 在这个过程里边 有多少人参与多少人帮忙 多少人的慈悲心 才能够完成这样一块土地 你说地主如果一个不同意 一个家族不同意 那你这一块土地都不能完整 这个医院就盖不起了 台北慈苑在动土后 适逢台湾发生921大震 为了全力救灾 打造安全无虑的医疗环境 新建工程因此有了更多的考量 与建造时间 我很坚持一定要用隔阵 一定要用隔阵的 就是哪怕真的它在摇 那也期待着 在这一栋大楼里面 也不觉得有多大的地震 再开刀的也不会感觉 因此台北慈苑的建筑 以349座隔阵店加以电机 确保安全防诊 其夜前还举办了 7天的感恩回馈门诊 让民众感受不一样的医疗人文 设备啦 就是说比较会替病人着想啦 各方面都是以病人为主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来这边好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 会觉得没有这种看病的压力 六年来前来求诊的民众超过600万人次 台北慈苑因此 真摄脑中风中心 呼吸照护中心 身心医学科大楼 也完成了一万多例的心道关手术 以及心脏移植各例 抢救生命 同时也成立癌症希望小站 提供癌症病友们 为教资讯与心灵上的支持 而全台平均每一百位新生儿当中 就有一位在台北慈苑出身 我们的医院不是要赚大钱的 我们是要把爱撒出去 要赚大爱的 把这个医疗品质 病人安全 做到最高的境界之外 那我想是要大家 用慈悲心 来做到所谓的闻生就苦 闻生就苦 拔苦于乐 台北慈苑在繁忙的大台北地区 抢救生命 也将慈悸特有的医疗人文 带入社区 守护生命 守护健康 守护爱